哈喽大家好,这里是马利欧陪你喝一杯,我是马利欧 我们喝一杯的第七季呢,主题是锁定在专业人士的管理部分 那跟管理有关的原因当然是因为我自己现在是内容长 也是节目主持人,然后还是关键评委网总编辑 那时间很满,会议很多 但我对管理上面来讲呢,是非常有兴趣,然后也学习了很多 所以呢,这一季我们就是透过人的管理,领导,人才团队,自我管理等等 希望听完之后呢,你会觉得在人生和实践管理上面都有所收获 这一集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林一静 他说他最大的兴趣,热爱就是写程式 对,他参与过趋势科技早期一些产品开发 后来在2002年的时候创办了艾尔科技公司 主要是在研发语言教学系统 那林一静前阵子有出版一本书 叫做《流寇与创新者》 那我看了之后觉得很有趣 他是资工专业背景 除了写程式产品开发之外 但后来也开始担任了管理者 创业之后当然就是要当老板 要负责一整间公司的营运 所以很想跟他聊一聊一个 热爱亲手写程式的工程师 那在创业跟管理方面有什么心得或是想法的 来,让我们一起欢迎林一静 大家好,我是林一静 我其实就第一个就是想说 你就说你是一个喜欢写程式的工程师 一直到现在应该都还是 我看你书里面写的意思 应该是最近这几年 你还自己重新把公司那些程式再改写 好,但当你开始管理之后 你就是没办法开始一直都是自己写程式 那你在这个书里面有讲说 当上了经理协理总经理之后 如果还要自己写程式 那会让别人笑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讲法呢 OK,其实这个讲法 一半是开玩笑 一半是认真 开玩笑就是说 其实年轻人当上管理职以后 通常就是会觉得 觉得自己好像很伟大 很厉害 很喜欢show off 对不对 然后就会讲说 我现在都不是自己做事 都是手下带了多少个工程师 十几个二十个 甚至于说 我手下带了几百个工程师 都是他们在工作 都在写程式 那我是当然是不写程式的 这是一方面有点开玩笑 在嘲讽 有一些比较年轻的管理者 会有这种pride 这种心理 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 事实上你当一个管理者 你也不能埋头在做你自己的事情 因为当一个管理者 最重要的工作 应该就是分配任务 应该是设定目标分配任务 然后去监督团队 把这个事情做出来 然后再来检讨说 我怎样再改善我的工作流程 这是一个管理者最重要的事情 那如果说一个管理者 花了太多的时间 在做一些比较细节的事情 比如说写程式 因为我们知道写程式 是要非常专注的 那我如果一开始写 我可能是连续写个 那个六个小时 八个小时 甚至于写个十二个小时 都有可能 那这段时间 整个部门就会变成是 全容无首 等于好像是 没有一个老板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说你当上一个管理者 当上一个经理 协理副总总经理以后 通常你就不会在自己写程式了 那对一个很喜欢写程式的人 像我一样 这样子很喜欢写程式的人 就会觉得说很怅然若失 好像就失去了自己写程式的那个乐趣 那这个管理的部分来讲 你当初第一次开始有管理的经验 或是管理这个任务的时候 你那时候是怎么样去调整 或者说你那时候是怎么样去做呢 去实作管理者这件事情 OK 因为我们学电脑科学 Communer Science的人 事实上就是在研究说 我怎样去执行一件事情 那我只是说我们在课本里面学的都是 我如何去排程 编程 排程 然后让电脑去执行一些事情 那事实上对于人的管理也是一样 那我们学了很多algorithm 比如说Divine and Conquer 就把一件大事情分成一些小事情 然后把小事情做完之后 再把这些小事情结合成大的事情 那大的事情就完成了 所以也可以讲说 我们在念Compute Science 人事实上对管理 应该都是有一些基本的了解的 但是电脑不会有脾气 电脑不会心情不好的这件事情 但人会心情不好 人也是每个人的情绪管理 跟当下状况不太一样 你那时候开始跟人这样子共事相处的时候 你有遇到什么困难 或是不适应的地方吗 OK 我觉得我还好啦 那个第一个就是 我的个性本来就是比较外向 那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是台大榜球队的队员 那我高中的时候 我常常打篮球 然后我后来在美国念书 也是做各种球运动 那个都是Team Sport Team Sport 你自然知道说 你要怎么样跟你的队员相处 那我也曾经担任过那个队长这样的职务 那我就知道要怎样去安抚所有人的情绪 那其实很重要 就是说有一个共同目标 当一个团队有很强的一个意念 想要打败对手的时候 其实人的情绪都可以暂时忘记 或者说就算有情绪 你把这个情绪导向于那个对 我们的竞争对手 而不是导向内部 那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简单 OK 所以有共同的敌人的时候 大家就内部就比较容易团结 那另外有一点就是说我早期刚开始在当管理者 当然都是管那个研发部门 软体部门 那软体部门就是当然有些工程师就是脾气比较大 他会说他这个城市写不出来 怎么样 那通常遇到这个状况 我就叫他说 那你就把那个城市拿给我来写给你看好了 那通常呢 就是说别的工程师他可能要花三天一个礼拜写完的城市 我一天大概就搞定了 写完以后他们就不会啰嗦了 所以做一个怎么讲 就是说带一个团队的时候 你要怎么确保这些很厉害的工程师 他们也会愿意跟你一起工作呢 就是你知道就像天才工程师 或是自己觉得自己是天才的 都是很难搞的 这个关键就在于真天才跟假天才 你如果遇到一个真天才的话 你给他一个有意义有趣的题目去做 他会非常爱这个事情 通常所有的天才都热爱工作 那我的career里面经常跟一些天才工作 那你跟那个天才工作 你只要给他一个很有趣的题目 然后把舞台架设好 他自然就会去把这个事情做出来 而且他会努力工作 他会做得很开心 然后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帮他处理杂事 就是说他身边的一些 一些讨人厌的一些小事情杂事 我就帮他搞定 然后如果说有别人去骚扰他 或者别人去欺负他 我确定他不要被人家欺负 这样就好了 那所以我通常跟这些 天才工程师 我跟他们的相处都是非常愉快的 这样子一路从小的主管 然后慢慢做到现在自己创业 那这创业已经过了 差不多开始20年 超过20年 超过20年 那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当初一开始创业的一个过程是什么吗 OK 我创业基本上是被骗的 被骗的 怎么讲被骗的 因为我其实我就是 没有 原来是没有想过我要创业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什么原因 每一个人看到我都觉得 我好像是一个会创业的人 大概是因为我个性 比较外向或者很喜欢讲东讲西 很多人都有 我喜欢创业 然后我那时候因为加入趋势科技 比较早加入趋势科技 然后趋势科技在internet bubble的时候又上市 所以我就讲说真的是有一天醒来 然后我突然发现说 我突然变成一个蛮有钱的人 那个是完全是我人生的意外 然后后来又在2001年的时候 internet bubble就破掉了 然后破掉的时候 刚好又我跟太太那时候 结婚了好多年了 就生不出小孩 我去看医生 然后医生就说 我太紧张了 所以生不出小孩 所以我就跑去跟我老板 我的表姐 陈怡珍就讲说 医生说我生不出小孩 这个事情蛮严重的 所以我要请假 我要请假 刘芝廷金六个月去休息一下 就没想到请假请了 还没开始放假 我老婆就真的就怀孕了 所以显然医生没讲错 所以可能是原来太紧张了 可是那时候都已经申请了 留职听心 我在家里就 哪里都去不了 因为我老婆怀孕了 也不能去环游世界了 所以我就在家里就很无聊 就开始写程式 那就写了 我们现在公司的这个程式 叫做MyET的前身 基本上我们就是用AI 然后电脑语音分析的技术 来教人家练英语口说 就是这样一个idea 然后我就写了一个程式 纯粹是写好玩的 写完了以后 我就到处拿去到处给人家看说 你看我写了一个程式很酷 这个程式可以干什么 可以干什么 让我一些朋友看到了以后 就觉得这个蛮不错 然后他们都会错意 他们以为我要创业 结果那几个朋友也都蛮有钱的 亲朋好友 他们就凑了几千万 就要投资我的公司 然后那时候当然就想说 我有一个产品 然后又有人要投资我 那我就干脆成立公司好了 然后这时候又有一个 我的朋友叫Eric 那个Eric就一直劝我说 你听信你一定要去创业怎么样 然后说你看我们 像趋势科技的老板 创业多成功多快乐 结果我就去创业了 然后创业以后 接下来就过了大概五年 我说生不如死的生活 因为我是一个很好的工程师 但是我不知道怎样做销售 可是要创业的话 其实最重要的技能是你要做销售 你必须做Sales Marketing 那我的个性好像看起来很外向 但是我真的不会卖东西 我真的不会卖东西 所以前面五年真的是过得很痛苦 那后来就是努力在一边工作 然后一边把Sales Marketing的技巧学过来 那这个过程中 事实上又非常痛苦 因为我不能让我公司人知道说这个老板其实不懂Sales Marketing 你让员工都知道说这个老板不懂Sales Marketing的话 这个公司大概就马上就垮了 所以很幸运的就是说我把这个事情学起来了 那也在这个过程中就发生了很多很有趣的故事 我完全不懂怎样做Sales Marketing 到后来我真的知道说怎样去推荐我的产品 那我在我这本新书创业创新者当中 其实有很多的就是关于这方面的故事 其实那个都是我的也可以讲说是我的学习笔记 如何学习变成当做一个创业者 那我在里面学到很多的事情 那有的很好笑 有的其实是效忠带累的故事 你刚刚提到说你们用AI去训练 大家怎么样去就口说英文这件事情 那20年前的AI跟现在的AI 就是你自己这样一路观察下来那个差别 因为最近的AI尤其是大概这5年左右吧 包含了之前这个围棋的部分 AlphaGo 然后到这两年可能Mitjury啊 图像式的生成器跟Chall LGBT 就可以跟你对话式聊天这种东西 那这些新的应用跟20年前的之前 你们的那种演变 你自己怎么看这件事情 那真的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那其实其中的关键就在于 那个Deep Learning 类神经网络Deep Learning 这个大突破 那我这本书叫做流寇与创新者 其实所谓的创新者 我们就讲的就是像那个 做出Deep Learning 那几位伟大的科学家 像那个Hinton 还有Lakun 这些科学家 他事实上在上一波的AI的热潮 那事实上是19 应该是1980年代末期 那时候他们就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 意思说后来因为AI受到很大的 所谓的AI寒冬 整个AI大家都觉得说 那个真的是一个很笨的主意 因为做不出什么实用的东西 可是这些创新者 他们就埋头在那边做 做了那个真是寒窗10年 可能超过10年 完全没有人想要理他们 他们觉得他没什么重要性 结果后来他们在类神经网络 他们做出非常大的突破以后 就改变了整个世界 所以现在的AI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 非常非常厉害 那我在20年前 我开始这家公司的时候 我们又采用AI的技术 其实那时候也是非常冷门的时候 那个事情非常的辛苦 我常常讲说 我们公司投入这个市场 不是太晚而是太早 太早 所以很多的硬体 还有很多的相关的软体的环境的资源 其实都是很不好的 那会很辛苦 但是你从另外一方面来讲 你太早 虽然比较辛苦 但是你可以变成一个先战者 对 但是如果你太晚的话 你现在才去用AI 才想说用AI去做什么城市 什么 其实都已经太晚了 那像这样 就是随波逐流的 就是我们所讲的流扣 就是看到什么东西在红 你去追求什么 那这样 你常常会得到一些美光灯 会得到一些声量 但是其实长久来讲 这并不是一个创业的好方法 那这几年的AI的发展 对于你们自己的产品 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OK 当然是我们公司 有一些核心的AI技术 主要是在语音处理上面 但是譬如说 最近AI的一些 譬如说text to speech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快速的进步 那这个我们刚好可以拿来使用 text to speech 就是你给他一段文章 不管是中文英文或日文 他就直接转为声音 那以前这个声音非常声音 那现在就变成非常流畅 那对我们来讲 这个就可以我们直接使用 事实上在做科技创业的时候 我们必须很清楚的知道说 我们这家公司的核心是什么 我是在做什么 我不能什么东西都去做 因为我们不是Microsoft 不是Google 我没有那么多的钱 我什么东西都去投资 我一定要知道说 哪些地方我是要自己研发投资的 而哪些东西 哪些部分 我们是拿现成的东西 对 那现在有这么多AI的新技术出来 那对我们来讲 一方面我们要去做我们核心的技术 我们要不断的去做到 就是保持世界领先的地位 但是一些 不是我们主力的产品的地方 我们就是一直在看说 现在出现了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就拿过来用就好 OK 那我还蛮好奇 所以MIT的核心 你们的核心竞争是什么 就是我们对于语音分析的技术 语音分析 OK 就是一个人讲话的时候的这些东西 那语音分析技术 就是说传统上 像那个所谓speech recognition 就是语音辨识技术 那个基本上是为英语母语者来设计的 所以它的设计方向 就是它对于错误 还有对于口音 越不敏感越好 OK 对错误跟语音越不敏感越好 但是我们设计的这个语音分析技术 我们的核心是要拿来做语言教学的 所以我对于错误 还有对于Axon 对于那个口音是越敏感越好 所以使用的技术是类似的 但是后来的发展事实上是不一样 这个就是 那我我们公司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的核心技术 所以刚好有点有点反过来 变成它的容错率反而要低一点就对 OK 好那刚刚讲到这个创业 其实最卡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销售 好那所以你现在学了 那这个怎么学的 就这个过程是怎么样 因为我完全理解 作为一个创业者你要去 其实你要sales不只是你的产品 其实某种程度上 你在sales你的公司这本身就对 所以那时候你的 怎么样去学习这件事情 或是遇到一些障碍是什么呢 OK 事实上第一件事情 做sales marketing 第一件事情你要讲故事 你要讲故事 就是你要让 尤其是应该讲说 科技产品 因为科技产品这个东西 当你做出来的时候 通常都是 就是世界上第一个是这件事情 你没办法用 就是用很简单的话去跟人家讲清楚 那这时候你常常要讲一个故事 讲说我这个使用情境 或者怎么样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以我们软体或者这种科技业的话 就是做演示 demo的能力 对 就是我怎样去演示产品 对 展示产品 展示产品要让人家觉得 你的产品非常非常棒 对刚刚讲那个 其实我蛮好奇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 以前 因为就我后来得知 比如说现在在开发的时候 user story都是在 开发产品一个很重要的情境 还是说那个时候比较 一开始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是当然 当然是有这个 有这个事情 但user story 就是会写跟不会写的 那是很多 那有些人就是写的那个 你又不晓得 那个不晓得他到底想卖什么 有的是这样讲的好像很神奇 但其实做不出来 或者什么 就是那个事实上是有很大的介绍 就像写故事嘛 讲故事 有些人讲起来就很有趣 有些人讲起来 你就想说 这个人在到底谁的功详 听不懂 那 好 那在这个销售的 第一 你还有印象说 比如说那时候 你你的卖的那个故事 或你讲那个故事 是什么东西 你觉得真的打动到人 然后大家觉得说 这个东西可以 举例来讲 我们公司那个前面几年 我当初那个写 写我们那个程式的时候 我就想说 利用语音分析的方法 来矫正人的发音 比如说你的发音不正确的话 我跟你讲 你哪个地方错 大家都觉得这个 好像是很好的story 对不对 事实上卖的非常非常差 因为卖给客户的时候 客户有这个需求 但是这个需求 并没有那么强烈 因为他对客户带来 的价值并不高 对 结果我运气是很好 大概是我开公司 大概开了两三年以后 我去师大英语系 跟几个教授去聊天 聊聊的时候 他们就跟我讲说 那个学好一种语言 最有效的方法 是先听说后读写 然后那时候想说 天哪有这个理论 他说当然 当然就是有这个理论 对 那我那时候才想说 天哪 那个其实我开这家公司 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是我利用语音分析的技术 来提供一个环境 让学生用先听说后读写的方式 学好英语 因为所有在亚洲 不管是台湾 然后日本 韩国 中国大陆 他们年轻的时候 在学英语的时候 都是先学阅读 甚至于开始学写作 还都没有开口说 对 那这个最大的问题 是在于说 那个学习的速度很慢 除了说你没办法 开口说以外 因为你这个学习的顺序是错的 颠倒 人类的脑筋在处理语言 事实上是用声音在处理语言 尤其英语是一个拼音文字 对 它事实上英语不像中文 它是那个本身自有有意义的 对 它事实上就是一个 就是声音 它就用文 那个字母来表示声音 所以你要学好英语 一定是要先听说后读写 OK OK 所以这是一个故事 对 然后又过了几年以后 我们又发现 又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 事实上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系统 让老师去出作业 出那个英语口说的作业 那这个又讲到 我们前面讲的 就是为什么台湾 日本韩国 还有中国大陆 都还是用那个阅读写作 这个所谓的文法翻译法 在教语言 事实上 所有的老师 所有的英文老师 应该都知道 先听说后读写 才是学好英语的好方法 对 可是他们用 为什么用阅读写作 因为要出作业 因为要考试 但是你如果要出一个 口说的作业 非常难 然后你要用口说的考试 也非常难 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系统 又做了更改 就是说 在我们的系统上面 很容易去出 那个口说的作业 也很容易去 做那个英语口语的考试 那这时候 这个就是 又是一个另外story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 从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讲说 我们事实上是三个不同的故事 三个不同的故事 事实上听起来都有道理 可是第一个故事 会让我做到公司倒调 第二个故事 大概是公司大概可以维持损益两平 但是我换到第三个故事的时候 这时候我公司就开始赚大钱 这个就是 你怎样去做这个故事 也可以讲说 这个就是一个vision 我这个产品到底能 为我的客户带来什么样的价值 OK 所以你的客户等于 并不是完全针对 就是终端消费者 对 我们大部分是做B2B OK 那就是 其实大部分是学校 那我们现在的客户在台湾 主要是大学跟高中 然后在日本主要是补习班 那因为日本最近几年 他们高中跟大学的入学考试 开始要考口说 那我们都知道 日本人的英语是 口说很差 那他们老师都不知道 他怎么要教 所以我们现在很 我们公司大概70%的营业额 是来自于日本 真的 我们会请来宾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说可能在比如说压力 或者说很紧绷的时候 会用什么方式来放松 或者是转移一些注意力 你有没有这样子一些活动 或是示好呢 当然是最简单的方法 当然是运动 就是运动以后 你就会暂时让你这压力减少 另外就是看一些书了 那个有一本书 我特别喜欢是杜鲁门传 杜鲁门传 杜鲁门传是30年前的畅销书 讲杜鲁门这个人 因为有美国的总统 对美国总统杜鲁门 那在他当总统的时候 一般人都觉得 他是一个很糟糕的总统 他是做的不好 那台湾这边因为 他跟蒋介石的关系非常不好 所以台湾这边的教科书什么的 以前一直把他讲的是一个很糟糕的总统 可是后到了后来他下的那个不做总统以后 美国人一直认为他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至少就排排名前十名绝对有的一个很好的总统 那他就是在一个非常辛苦的状况下 当大家都不看好他的状况下的时候 他克服所有的困难去处理这些事情 那另外一个就是里面有讲到很多的美国文化 尤其我最近几年特别有兴趣的就是美国的基督教文化 因为美国基督教文化他有很多的优点 美国为什么是这样一个成功的民主国家 为什么他是经济什么可以发展的这么好 其实跟他基督教文化有非常大的关系 我本身并不是基督教教徒 但是我最近几年也在都一直在看圣经 因为我想要找出那个原因是什么 然后看了以后我真的觉得也很神奇 我看了圣经以后原来很焦虑的心情 真的会平静下来 那我还是必须讲 其实我根本就不是教徒 我会从来不上教堂 可是我在理解基督教文化 我觉得真的很有帮助 OK 你刚刚讲那个运动 但你都是做团队运动 所以你是要揪人一起去打球之类的吗 还是 是我们现在大概每两个礼拜 还会去龙坛棒球场 跟兄弟队比赛 但是我们那个兄弟队不是兄弟职棒队 是兄弟饭店队 所以你有跟洪会长一起打过吗 有 就是那个都是洪董事长当投手 我知道 同一个超大的曲球 你知道 很难打的 很难打 OK 那你刚刚讲说 其实做创业这件事情 就是Sales & Marketing 就是做销售行销这些事情 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觉得在过往 你可能已经是一个主管管理职人 到后来可能创业当老板 你觉得这中间那个差异性 或心态也好 或是技能也好 差在哪里 OK 可以这么讲 就是说我以前在公司 像在趋势科技 算是中高阶的主管 那中高阶的主管 基本上是manager 是管理者 可是当你变成公司的老板的时候 这时候你是leader leader跟manager 其实在角色上很不一样的 讲一个 我们先讲一个比较轻松 比较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你当一个老板 千万不能太忙 千万不能太努力 那个当一个老板的那个原则 可能就早上早早的 就是大概九点钟 就到公司 然后就规划说 我自己今天要做什么 然后我们公司所有的部门 希望他们做什么事情 然后规划完以后 然后就找各个部门的主管进来 说你要做什么 你的部门要做什么 讲完大概十点钟 十点钟以后 接下来就没有事情了 接下来就是等着 那个大概下午五点钟的时候 要下班之前 再把所有的主管叫进来说 我们今天早上说的那个事情 你们进行的怎么样 做完没有 那中间这段事情 我就说因为老板就像怪兽一样 你最好老板就躲在你办公室里面 不要出来那个危害世人 因为所有的主管 都不希望那个老板出来 骚扰那个员工 对不对 因为你老板这时候 你出来那个真的是骚扰员工 每一个人看到老板都会紧张 然后他本来很专心在工作 他就被你打断了 然后优秀的主管 优秀的干部 他在做事情的时候 他都不会希望你的老板来打扰他们 所以就是我学习当老板 第一个就克制自己这些事情 因为我以前的领导风格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我是就是做给人家看 我喜欢动手做 所以我反而必须克制 我这种想要自己去做 想要自己插手的那个意念 然后就躲在办公室里面 因为躲在办公室里面 实在没事情做 然后那时候这几年 Facebook又开始流行了 然后我就在Facebook上 开始写东写西 本来就写一些故事 给我朋友听 给我朋友看 然后大家就觉得很好笑 就是我讲话 大概比较幽默一点 结果没想到过了几年以后 现在居然有将近四万人的 Follow这样子 Follow人 那我也会想到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问我说 你的那个粉丝业怎么样 我说 我说那个真的不是我的粉丝业 那只是 等于说像是我在写日记 就是每天上班 然后为了 不要去骚扰我的干部 所以就在躲在办公室里面 写的东西 就是这样子 好 那我觉得这个是 当然这是一个体悟嘛 我觉得你体悟到 不要做这件事情 但是是有什么原因 或什么事件 让你体悟到这件事情吗 OK 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我读过那个 徐文龙的自传 徐文龙的自传里面 就会讲到 他年轻的故事 有一个很类似的故事 那说他那时候 好像是在做 好像是亚克力版 还是什么产品的时候 他那时候有两个大客户 一个在台南 那公司其实那时候 奇美也不大 然后有一个客户 是一个老板 是一个中年人 大概四十几岁 中年的老板 每天跟他的员工 一起在公司里面 努力的工作 然后他每次去看 都非常非常的感动 说这个老板 身先士足 这样就跟员工一起工作 然后另外一个老板 大概是五十几岁吧 还是五十几岁 还是六十几岁 每天都在公园里面 跟人家下象棋 然后徐文龙要去收账的时候 得去那边 去公园里面找他 还得等他下象棋完以后 那个才有办法跟他谈事情 那时候 徐文龙还很年轻 他就觉得说 那个老的老板很混 他那个公司一定会倒 结果后来他没想到 就是说是那个老先生的公司 越做越好 结果那个中年人 那个拼命跟员工一起工作的 那家公司 反而是做得很不好 然后他就在讲这个背后的那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我原来就有了 但是其实你当 像我们这种就是 尤其是从小 那个算是比较会念书的人 其实很难克制的那种冲动 就是说看到什么事情 看到我的那个部署做的不是很好 我觉得说他只做到七十五分 那我希望他做到九十分的时候 我就很想说冲到他位置上 说你刚才应该怎么做 怎么做 但是你要克制住自己的这个意念 这是一方面 那在另外一方面是什么 就是说我以前在趋势科技工作的时候 我一直以为我的老板 非常非常的努力 那个几乎24小时都在工作 后来是我自己出来开公司以后 我才渐渐的发现说 其实没有 其实他有时候也蛮混的 就是我讲的那个道理 就是早早去公司 让那个所有的干部 看到 就是说分配工作 然后那个到下班的时候 又review就好 那像当然就说 到许文龙那种等级 他是一个礼拜只要去一天就好了 对 所以你反而是说你在career上面 你做到老板这个时候 你越是不要说什么事情 你都要插手去做 对 你什么事情都插手去做的话 反而会乱七八糟 对了 然后还有那个趋势科技的老板 那个Eva 现在CEOEva 她是我表姐 对 她就跟我讲过一件事情 说一进 当一个科技公司的老板 千万不要太太过认真努力 因为像我们这个都是有一大堆想法的人 如果每天都在都有一大堆想法 每天把那个公司的人找来说 你要做什么什么 那整个公司会大乱 你作为一个老板 其实所谓的混 其实也不是真的混 其实我们在 那个好像没有在做事的时间 其实我们都在思考 都思考这个公司的方向 是个什么 你说这个思考 你要想得很清楚的时候 你再去确定要做了 你在等于说过滤过以后 你再跟公司的干部讲 你不要太 有想到什么东西 就把外面把那个干部抓来 说我们要做什么 那公司绝对会乱掉 所以刚刚讲的就是思考的重要性 那思考完想完之后 那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要沟通 对那以前可能很急躁 就是我就跟你讲 就这样做就对了 那后来怎么样 你有可能是有一点转变 或者说更学会其他的沟通方式 OK 其实沟通 我习惯的还是那个美国式的沟通 美国式的沟通就是要 要那个listen 就是你尽量去听 去倾听 就是说你要知道说 人家什么东西是 是因为什么事情他不懂 所以他会没办法做这件事情 或者是因为什么事情 他没有想清楚 所以他做的决策跟我们不一样 那有时候其实不是我们对他们错 有时候其实是干部或者员工 他们比我们还清楚 所以这个是美式的沟通 但是话又说回来 这个美式的沟通在台湾有时候 并不那么有效 因为台湾的员工 那个常常不是那么主动 会说说什么事情 尤其我就开玩笑了 就说我那个在公司开会的时候 那个尤其那个大学 刚毕业或研究所刚毕业来公司 开会的员工 就讲一讲讲一讲 然后他们都很认真的在做笔记 然后什么 问他们有什么问题 或者什么的时候 我说他们其实都在猜说 我要什么的答案 对 因为他们习惯就是在 猜老师要什么答案 老师问什么问题的时候 大家就猜说 那个老师要问的答案 他希望的答案是什么 所以他到公司来以后 他还在猜我的答案是什么 然后我就骂他们就说 我事实上就是没有答案 所以我才请你们来开会 就是因为我没有答案 所以我请你们来公司上班 我如果有答案 我都想清楚了 我找你进来 那考你们干什么 问你们这些问题干什么 但是所以这个问题是在台湾 我觉得我比较挫折的 尤其是一些比较年轻的员工 那我们公司的那个干部 如果做久了以后 当然就是都会有一些默契 我问他们时候 他们知道说 我是真的在问他们这些问题 我不是在考他们 那我也不希望去猜 去猜我的答案是什么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刚刚有提到 就是你是一个工程师出身 所以写程师是你拿手的 那在你不拿手的部分 当然我们可能就需要有 其他专业的人进来 没有人是什么 都是最最强的 那你怎么样去管理这些 可能不是你最擅长 因为你是一个很厉害的工程师 那扣你一写你错你就知道了 那那些其他的东西 他可能跟你讲说 这个是应该要这样做 你怎么去判断 或者说管理这些 你不是最擅长的 因为你是老板 你什么都要管 我想就是说 有能力的员工 最希望就是一个舞台 我们知道说年轻的时候 你找工作可能是为了薪水 但是在30岁40岁的时候 这时候最重要是一个舞台 你找到大的舞台的话 你的career就可能继续发展 所以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做的蛮好的 就是我会帮我的干部们 我的manager 我会帮他打舞台 让他们有这个舞台去表演 然后他们有一些不擅长的事情 我会私下里去帮他们解决 比如说有些 有些干部他做事情很好 但是其实他跟人沟通是有问题的 他跨部门沟通是有问题的 如果是遇到这种状况 我就会去帮他处理 跨部门沟通的事情 那有些干部 他可能就是说 他不会写文章 或者写那个什么 写文件 他比较不会写的话 那有时候我是自己帮他写 有时候是 就是帮他找人 找到适合的人 跟他搭配去做 那我通常是这样做 但是 我也坦白讲 后来有时候 我也会觉得很挫折 因为有些 这样的干部 在我手下工作一阵子以后 他们不知道 他自己的缺点在哪里 他不知道 他自己的缺点在哪里 然后有的就觉得说 要跳槽 或者怎么样 那我那时候 其实心里都在躺险 就想说 你不知道我默默的在你身后 帮你处理掉多少事情 你都不知道吗 然后有时候 那个 那个 关系比较好了 我还想说 你以为你自己 有些就是自己出去创业 说你 你以为你真的是可以创业吗 很多事情 其实是我默默的在帮你处理的 所以这个 这件事情 因为我是工程师 那个有人就讲说 我们现在 现在遇到这个问题 是用 用帝王术来解决 就帝王术 就是说 你要让那些 你手下这些人 然后那个 用二号人物 去逗三号人物 然后那个就是 就是用这种方式 那因为我是一个工程师 完全不会玩这个事情 然后我 我真的没办法 我没办法克服这个心理障碍 这个是 我说是我的失败 可是 但你不会跟他们讲吗 因为其实 如果说做一个 我自己觉得 做一个好的主管 像你刚刚提到 设定目标 然后给大家方向 然后去review 所以review其实很重要的 核心的一环 是 那所以他做不好的地方 难道我们不会去review 然后跟他讲这件事情吗 OK 其实我从小到大的 生活环境都是 学习环境都是一些 跟一些顶尖聪明的人在一起 因为我大概念书 还有什么 早年工作都比较顺遂 然后这些很有能力的人 大部分都是 自尊心非常强的人 对 所以我跟这些 自尊心很强的人 工作的时候 我通常都是 讲话会很婉转 我不希望伤到 他们自尊心 所以 就是说 开会的时候 譬如说遇到什么事情 有员工 有干部没做好的时候 我就开始讲故事 然后我这个讲故事的 那个故事里面的主角 都不是我公司的员工 可是聪明的 干部 聪明员工 他就知道说 我实际上在讲他们 是在讲这件事情 可是这个事情 我大概犯错 犯了大概五年 十年以后才发现说 其实公司很多的 没有那么聪明的员工 其实听不懂 我在讲什么故事 他们可能都觉得 以为说这个是老板 老年痴呆了 然后很喜欢讲一些 公告 以前的事情 对 讲一些以前的事情 以为是我在 漫无目的的在讲什么事情 其实我讲那些故事是 提醒 是在 讲说这个事情 应该要怎么处理 或者说你犯了什么错 只是我用太婉转的方式 去处理 那这个是 坦白讲 我一直没办法克服这个事情 我没有办法很 那个straight face 就是说我直接跟 我的属下讲说 你哪个地方做的很不好 这个坦白讲 这个我一直没办法做到 OK 但如果回到你以前 还没有创业前的时候 你有遇过会直接 跟你这样讲的主管吗 也有 OK 也有 但是不多 OK 但是不多 也是一样 因为我以前的主管 因为我以前主管非常 都非常优秀 所以好 现在快转到现在 我现在开公司 然后那年纪也比较大一点 你自己会觉得 做一个就算是很优秀的人 很聪明的人来讲 你会希望人家直接跟你讲 你哪里没做好 还是 你觉得其实拐子拐弯啊 婉转一点啊 什么什么的 会比较好呢 其实婉转一点 还是会比较好了 OK 而且其实有时候故事 比那个直接讲 会更有感觉 OK 讲故事的另外一个原因 是说 你直接讲说 你做事应该怎么样 那个听了 人家会没有感觉 但是你如果用一个故事 讲的话 这会非常非常有趣 OK 然后他会想说 聪明的人 从一个故事里面 还可以听到更多 启发的 更多启发的 甚至于说 我没有讲了 他可能都会 体悟出来这些事情 是 有没有什么故事 可以跟我们分享 就是你在点醒大家 或是提醒大家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例子啊 或是什么 你觉得 这个故事 的确大家 讲出来之后 有影响到一些 你带的干部或同事 然后之后 就有做一些改变的呢 OK 事实上 我这成本书里面 都讲了大概 一半以上都是这类的故事 对 举一个里面 或者是 比较有 影响的 那我就举个例子来讲 就是说 我们在做这一行 软体 是 我们讲说demo 就是说演示产品 非常重要的 可是我跟公司里面 一些干部 讲说demo很重要 他们就觉得说 那我就是 比如说做 十分钟的demo 我就花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做练习 准备 这样应该很合理的吧 对不对 很多人会这么想 我就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在一九九几年的时候 那时候 那个 Apple Computer 有一段很有名的故事 就是Steve Jobs 被赶出去 对不对 被那时候他的 执行长 执行长叫做 John Scully 对 John Scully 把他赶出去 那因为John Scully 他是布朗大学的校友 你的 对 算是学长 算是那个 差很多 那个 就John Scully 那时候就 受邀到我们系上 他会去看demo 我们 Brown的 Computer Science 的那个 Graphic Group 就是电脑绘图 是很强很强的 然后要跟他 做一个demo 然后做那个demo 那时候我们的 系上的教授 就找了两个 硕士班学生 他的研究 要去demo 给John Scully看 结果呢 就是那两个学生 就准备了很久 准备完以后呢 就是那个 先是有一天 是那个助教 看着他们两个预言 就是那个预言 大概一次 大概都三四个小时 就不断的预言 不断的预言 事实上整个demo 大概只有二十分钟 就demo 将近那个 练习了一整天 一直改 然后隔一天呢 换那个助理教授 来看他们demo 然后那个 再隔一天 换那个associate 那个副教授 来看他们的demo 然后再隔一天 是郑教授 来看他们demo 然后郑教授 看完demo以后 那个apple computer的 那个manager 先来看 就先来看 又看了一整天 然后等到那个 终于John Scully 要来的时候 那一天 那个我们 我们的那个戏馆 是在四楼吧 就那个电梯就上来 然后门一打开 我说那个场景 就像那个星际大战 里面那个 黑武士要出来 我的心里都想起 那个乐声 然后呢 所有那个 整个走廊 两排 通通站满了 那个apple computer 的高阶主管 然后John Scully 就从中间这样走 走到里面 然后去听那两个 硕士班学生的demo 硕士班的学生demo 一个人大概只demo了 十分钟 就整件事情 花了这么久的时间 就是为了那个demo 那我讲这个故事以后 你大概就会有 这个感觉了吧 对 那如果说 我只是跟你讲说 你这个demo 你这样子不行 你要花一天的时间 那所有的那些 那些那个员工 都会觉得说 这个老板 不知道在讲什么 那我就是在跟他们讲说 在我们这一行 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也讲说 那个在软体界里面 有两个那个demo天网 一个是那个Steve Jobs 对 另外一个是那个Bill Gates 我们那个年代 应该讲我们那个年代 那Steve Jobs 大家都知道 他每次上去那个表演 哇 那个简直就像一个演员一样 那个一般的演员也没演那么好 那听说那个Steve Jobs 就是我们刚才讲 那个Apple Computer 他就是这样练的 他当一个老板 也是这样练的 那另外一个 一个是说Bill Gates 大家讲说 Bill Gates 然后demo不怎么样 听说是那个早年 那个Microsoft推出那个 Windows NT Windows 95的时候 刚开始他们都是 才在Alpha Stage 他们就 就推了 就去demo了 就那个Bill Gates 就出来那个演示 听说在那个阶段 不管任何人去demo 都会当机 只有Bill Gates 他是一直练一直练 他找到一条路径 我觉得他可以demo到 从头到尾不会当机 这个事情一直到 好像到2000 不知道哪一年的时候 那个Bill Gates 终于有一次demo 他的OS的时候 终于当机了 就在那个 我们那个软体业 大家都在笑说 哇 业路走多了 终于还是遇到鬼 就像这样 你就是讲一个故事 他就哈哈大笑 对不对 哈哈大笑完以后 其实有误信的那个员工 就知道说 老板的意思是说 你这demo要很认证 很认真的去做 然后没有误信的去想说 啊 这个老板在那儿老了 老年痴呆了 就讲一些他 他什么20年前 30年的故事 那Bill Gates 谁他都搞不清楚 对 就是这样 好 那就像你讲的嘛 就是终究还是有一些人 是没有误信的 那 那面对这些 没有误信的人的时候 你要怎么带他们工作呢 因为你还是把他们 找进来了嘛 对 对 所以 呀 坦白讲 我这个方面 是我花了很多时间 我有时候都觉得说 我以前是不是花太多时间 在这个上面 那你当一个老板 有时候是很残忍的事情 有时候你就是必须 让这些人走 那另外一方法 就自动化 我们这个年代 其实大部分人做的是自动化 就是说我们发现说很多人 这讲起来真的真的很残忍 因为现在AI都已经进步到这种程度了 所以你雇了很多员工 其实他能产生的产值很少 如果他不能自己想 不应于动脑筋的话 那公司终究是公司 那坦白讲这件事情 第一个 我觉得我不够果决 我这边也是在自我反省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有些公司比较狠 有一些大老板 他会在fire人的时候 做给大家看 这也是个demo就对了 也是个demo 也是个make an example 那个事情我从来做不出来 因为我坦白讲 我是工程师出身 我真的心没有那么狠 这个事情我做不出来 可是我真的知道说 有一些很成功的大老板 就是会做这件事情 他fire一个人 就fire给大家看 OK 这可能跟企业文化有关吧 就是你想要形塑 什么样的一个企业文化 那你自己觉得 你们公司的企业文化是什么呢 我们企业的文化 第一个在台湾 算是蛮美式的 因为我就是在美国念书 工作大概八年 然后我个人也比较崇尚美国文化 所以算是比较美式的 那是比较软 坦白讲比较软这件事情 我是我不确定我是对的 但是就是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我是林一静 你现在收听的是 玛丽欧陪你喝一杯 你觉得 回到现在 你觉得 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员工 假设你是你自己的员工好了 你怎么看待你自己这样一个老板呢 你会怎么跟他一起工作呢 我不晓得 这个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早隔五年十年的话 我就是一个亲力亲密的老板 我就是什么事情我都冲在最前面 那这个事实上也是在二十多年前 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有一次我去参观西点军校 那时候在西点军校的某一面墙上面 我就看到他们写一个 那个他们的标语叫 follow me follow me 跟着我 跟着我 那个就是美式的管理的一种概念 就是说 你跟着我来 我作为领导者 我是冲在最前面的 因为那时候 我刚好才从台湾退伍 没有几年 那我在台湾当兵的时候 是稍微预官 那我知道台湾国军 那个时候 现在西方有改进 那个时候就是 那个当军官 就是喊说冲啊 然后所有的那个军队往前冲 那个军官在后面压阵 这个是我们说 我们以前那个国军的 那个带领的方式 但是美国是 那个尤其西点军校 就是follow me 就是我从第一跟着 你跟在我后面跟过来 当然后来有那个 我一个朋友 一个长官啊 事实上也是军队的长官 他跟我讲说 那是美国 应该是美国部校 美国步兵学校的slogan 就是follow me 但是我发觉说 整个美国文化 都有这样的文化 他们是一个 事实上美国是一个 非常崇尚无勇的 一个国家 那包含最近像说 我们那个国防的这些问题 我们知道说 美国人他们是 非常的无勇 很多非常优秀的人 会去重军 让他们做什么事情 他们基本上都抱持一种 follow me的一个 想法在带领整个团队 OK 所以我非常向往那个事情 但是话又说后来 最近几年 我会觉得说 我当老板 我不能每件事情 都这样子搞 自己去做 那是反而会 会是很糟糕一件事情 对 所以我也还在思考 还在想说 到底怎么样才对 好 那如果说现在 你自己在带这些比较 比如说中阶的主管来讲 那你会 比如说你怎么去带他们 因为管理这件事情 本身也是要花时间去学习 就像你这样 20几年来这样学习过来 那你会怎么带这些 未来的管理者 或是接下来要成为管理者的人 我觉得几个方面都要 第一个就是说 他们要去读一些书 对 有一些管理书 还是要去读 那再来呢 就是说很多事情 你要去偷学 偷学 偷学 那个你们看过 降泰的寿司 有漫画 那个漫画里面 他就讲说 那个降泰寿司 他们奉寿司的那个 的那个真言 或者是他们slogan 就是说你要偷学 你跟着老板 跟着有经验的人做 你要看他怎么做 这些事情 那我比较幸运 就是说我年轻的时候 我在 曾经在几家大公司的 老板身边工作过 那像我后来在趋势科技 我就是在那个老板张明正 还有那个陈怡珍 还有Eva 都是在他们身边工作 那 那时候就是 我会看说 他们怎么做 做事情 那尤其是那个 那个张明正 我那叫Steve 他是我非常 非常佩服的一个老板 他就 我觉得他是天生的 他就知道 有些什么状况 他就知道怎么做 然后当下 二十几年前 我跟在他身边的时候 我有时候就觉得说 老板怎么做 这么奇怪的 决定或做 一件很奇怪 很奇怪的事情 就不了解 我那时候也是觉得说 我这个老板 大概疯疯的 大家脑筋怪怪的 就过了 那个后来 我在创业的时候 可能过了十几年 甚至于二十年 有一天 我遇到一个状况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说 哦天哪 二十年前 遇到类似的状况 结果张明正是怎么处理的 就他那个处理的方法 非常非常棒 那我就想说 这个像这个就是偷学 你在一些很有能力的老板身边 你会学到很多东西 这些东西真的是要 所谓偷学 当然不是说去偷了 就是说他没有跟你讲 但是你要去想说 他为什么这么想 那事实上也有了一个 类似的故事了 就是我们那个 李登辉总统 李登辉说 他那时候在当副总统的时候 就常常跟 那个蒋经国总统一起开会 然后在开会 其实那个时候 那个当副总统 本来就不应该讲话 尤其是当那个蒋经国的副总统 你乱讲话 他就完蛋了 就那个李登辉那时候 就一直在设想说 就听那个会议说 他想说 接下来总统 那个蒋经国 他会做什么决定 他会采取什么动作 你就一直在想 设身处地 想说他在想要做什么 事实上就是说 你要一个干部要成长 常常是跟老板 那在一起 你就会学到很多这种事情 好所以反而我特别好奇 是你刚刚讲的 张明珍的故事 是可以讲的吗 还是你已经不太记得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 因为有些太好笑了 所以不太方便了 因为那个都是怪招 你知道吗 那个简直是genius 有些事情 OK OK我讲一个故事 有一次 有一次趋势科技 要卖一个技术 给一家很大的公司 那家公司是美国公司 比台湾还要大好几倍 结果去 可能不止几倍 那是反正全世界 最大的公司之一 就那家公司内部的研发人员 就是说 看了趋势科技的demo以后 他们说 他们那边自己有能力 做类似的产品 他们有类似的研发计划 那听起来这个案子 就死定了 然后死定了以后 就所有人就垂头上气了 就回到趋势科技 然后大家就觉得说 美国那家大公司 他一定自己做 不会买我们的产品 结果我们老板张明正 就在黑板上写了一个 叫confusion 混淆 他说 其实 我们这个技术 跟他们技术到底差多少 其实大家都搞不清楚 现在做不应该的事情 就是什么 就把这个事情讲太清楚 事实上他那时候没有解释 他就讲说 我们要派我们公司 某某干部 然后说 我们那个干部最大的特点 就是他可以把简单的事情 讲得很复杂 原来你懂的事情 他讲一讲 我都听不懂 他说就应该派这位干部去 然后介绍这个技术 给美国那家大公司 美国那家大公司 后来听了以后 他就说 都听不懂 这个技术已经很厉害 结果他就买了趋势科技 某个产品 这个事情就觉得很好笑 很好笑 后来是 就是我开始在懂 说为什么这个样子 就是说其实这个事情并不是说 我们是去骗我们的客户 对 而是因为办公室政治学 那个那家大公司的研发部门 既然做了类有类似的研发计划 他绝对不可能承认说 他做的比我们不好 不好比我们差 否则他一定会 这个performance不好 甚至会会整个部门会被裁测掉 所以他一定会反对 对不对 然后呢 如果说我们派一个 譬如说派我派我这样的人 我是很理性的人 我把很复杂的事情讲得很简单 其实这个事情 原来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 那我讲完了一种状况是 他们听懂了 然后他们原来就有同样的技术 那就生意谈不成了 更糟的状况是什么 其实他们原来他没有搞懂 我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了以后 他们反而他们搞懂了 他们自己做 所以绝对不能派我这样的人去 所以应该是派另外那一位 那我就觉得说 这个真是genius genius 那他那时候也没有 跟我们讲这么清楚 那我就觉得说 这个是过了几十年以后 我才遇到 好像是牛的那个胃 还是什么 把那个反出回来 我在想说 当初老板为什么 然后我开始一点一点分析 一点一点分析 想说这个事情原来是这样子 OK 太有趣了 刚刚另外一个 我好奇的是那个书 就是你刚刚讲说 有一些书是很值得 应该要看的 有没有什么可以 现在觉得还有印象 然后或者是觉得 应该即便现在 也都很值得看的 OK 书的话 该读的书 第一个就是 Crossing the Chasm 跟Inside Tornado 就是所有科技界 我们那时候讲的 圣经 西古圣经 那个大概是二三十年前 一个叫跨越鸿沟 就是科技创新的cycle 就是说那个阶段 叫Crossing the Chasm 还有一个Inside Tornado 龙卷风暴 这两本书 事实上是 等于说第一集跟第二集 那个是必读的书 如果要做科技创新的话 那个是历久明星 然后另外一个是 我觉得很有帮助的 品牌行销的 什么21条法则 21条法则 那个是OK Anyway就是讲说 你怎样做品牌 OK 那个也是非常好的书 但是话又说回来 那个管理学的书 不要乱看 这又讲了一个故事 我那时候在趋势科技工作的时候 那时候也算是中高届主管 然后中午都是会跟一些 Manager 还有一些工程师 Manager出去吃饭 然后在吃饭的时候 就有些Manager 有一些 就看了一些管理学的书 然后看了管理学的书 以后就开始讲说 我们公司的策略都是错的 不应该这样做 不应该这样做 我觉得我们老板怎么样 就我刚开始 也还会跟他附和着讲 就我大概吃了 大概几个月的饭以后 有听众传想说 不对啊 我这个老板 我们那个趋势科技的老板 那个是我这辈子见过最聪明 最成功的老板 怎么在这些Manager 那个口中讲起来 我们的老板好像很烂的样子 因为 其实管理学的书 有两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很多的管理学书 事实上是一种行销 是一种吹牛 尤其是大老板出来的 做大老板 他会讲一些很好听的话 其实那句话都是似是而非 他自己也知道 他讲那些话 他就是要宣传他的公司 这是一种 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我常常讲一个 就是说 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大老板讲说 我们这家公司最大的资产 不是我们的现金 不是我们的土地厂房 我们公司最大的资产 就是各位员工 然后就拍手 我说对 然后很多人就讲说 那一家公司最大的资产 应该是员工 对不对 这句话根本就完全没有道理 因为资产是什么 我们知道土地 或者是现金 或者是债券 这个是资产 就是意思是什么 当然有一天你缺 缺钱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资产卖掉 然后换现金 对不对 但是你工程师 你可以把工程师抓去卖掉 然后你需要借钱的时候 你可以抓几个工程师 到那个银行去抵押 不可能 对不对 然后你的资产是 你不可能说 我这些土地厂房 我一觉醒来 我土地厂房 变成我竞争对手的 对不对 可是我员工事实上可能 他可能会跳槽 甚至于有些员工 可能自己会出去创业 变成你的竞争对手 虽然这个事情 我们不希望见到 但是就是会发生 所以你讲说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资产 这句话就是一个line 基本上就是 是一个谎言 对不对 是很一个 很水的 听起来很好听的谎言 但是这个 你不要真的相信 这是一个公司的行销 这是一个公司的PR 然后再来第二点 就是说 其实很多管理学的书 讲的都是有道理的 但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说 在什么状况 你要出什么招 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你要用哪一种方式 然后遇到另外一个状况 用哪一种方式 然后很多那个 经验还不够的manager 他去读了这些管理书 学的书的时候 常常都是在错误的场合 出错招 所以他适合的情境 就是不是说完全 什么时候 你就立刻就拿出这个 好像很厉害一招 拿出来用 是是是 就会成功的 对对对 OK 好 那最后我其实也蛮好奇的 其实我两个比较好奇的点 然后第一个就是 你介绍当中 永远都会提到 你是台大棒球队 三雷手这件事情 然后另外就是在 这本书里面 其实有提到很多 运动的事情 包括你刚刚其实也有提到 所以你觉得运动 对你来说 或者说这个三雷手 这件事情对你来说 by the way 有一本书很好看 叫我的三雷手 我不知道你们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 非常好看 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可以看这样子 然后另外就是 所以就是运动到 你对你来说的 的意义 或是影响是什么呢 我常常开玩笑讲 跟那个朋友讲 就是说 像我这种从小念书 是念建宗台大的 这些学生 从小不可能加入帮派 可是所有的那个男生 小男生 年轻的时候 大概都有一种冲通 想要加入帮派 事实上就是加入一个组织 然后一群人 就是一起去做什么什么事情 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很多的男生 都很喜欢看那个电影 教父嘛 对 那我没有这个机会 加入真正的帮派 但是我加入台大棒球队 就让我有一种 加入帮派的感觉 就是我所谓的队友 什么就是 我们一定要做什么事情 的时候 就是有那个 那么意气的那种感觉 当然我坦白讲 我们也真正干不出 什么真正的坏事 但是那个其实 就是一个teamwork 对 所以除了运动以外 我特别喜欢这种团队运动 因为团队运动 你有那种 那种情感 队友的情感 就是共同为一个目标 去做一个什么事情 那我对那种感觉 非常非常喜欢 OK 所以你基本上从事的 都是团队 球团队 团队运动 可你网球也打不是吗 对 但是网球后来就没有那么 那么喜欢 然后那个高尔夫球 其实我小时候就会 被我爸抓去打高尔夫球 OK 所以我高三的时候 我打高尔夫球 就可以打到91干 我算是很好 但是我从来就不喜欢 那个运动 因为就是觉得说 没有那个 团队 没有那个团队的那种感觉 OK 所以等于说 那种个人运动 你都没有那么有兴趣 对什么跑步啊 游泳啊 我不喜欢跑步 太无聊了 OK OK 好 那 最后一个就是说 像这本书 就是你刚刚讲到 很多其实是 在Facebook上有看过 我们说各个地方 包含关键片网 也都有专在你的一些文章 那喜欢写这种东西 甚至跟时事 有一些关联性 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 OK 这要讲到我们那个世代 因为我念台大是 1983年到1987年 那时候刚好是 台湾民族转型的 关键时刻 快解研 那时候快解研 解研的前期 我说那个是一个非常精彩 非常刺激的年代 因为在我们之前 只要你是学生 你去参加学运 一定被退学 甚至有可能被抓去关 都有可能 然后在我们之后 因为是 我们毕业以后没多久 就换李登辉当总统 李登辉当总统的时候 就是事实上 你在街上喊说 我要杀李登辉 别人也只会 只会觉得说你是疯子 所以风险很小 然后我们那个 那个年代刚好 就是转型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那个 我大概是比较好奇 比较有点 有点冒险的性格吧 那那时候是有学运的时候 那我不是学运领导人 但是我参加了学运 然后那个学运 当然我们在谈论的 就是台湾的 真的是台湾的民主未来 现在讲说 台湾的民主未来 听起来就像 阿公阿嬷在讲的一些 什么什么 可是那个时候 我们是 真是非常热血的一些学生 正在想这些事情 然后后来我已经到了美国 然后到了美国 就有美国的文化冲击 就是我们小时候 那个课本里面 或者是我们 在台湾报章杂志上 讲的美国 跟美国真正的民主运作 美国那个文化 那个是一个culture shock 那时候我就会看出 就台湾有一些问题 然后第二次的culture shock 是我在1997年 我从美国又搬回台湾 在美国住了8年 又搬回台湾 又是另外一个culture shock 就是说 我现在又第二次看出 两边的那个差异在哪里 那因为我以前曾经 参与过学运 虽然我说 我是学运的边缘人士 但是有一些 很要好的朋友 是学运的领导者 那就跟他们就是 经常会谈论这些事情 然后再来就是我从工程师的角度 我觉得说你们这些文科的 那个什么 怎么讲事情 怎么脑筋这么不清楚 或者什么 你就是很会意气用事 或者怎么样 那我就不同意见 那所以就是开始对政治 或者应该就是对一些 时事在评论 时事在评论 就是从这个习惯 或者从这个方向 我在看 然后有了Facebook之后 就都写在Facebook上面 那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就是其实我讲到说管理 就是管理者 我就是讲说 可以用一种方法分成两种 有一种人觉得说 你只要把人搞定了 选了对的人 事情自然就解决 但是有另外一种管理者 是认为说 我们在解决事情的时候 我就专心解决这个事情 我先不要去管人的事情 人的事情 等到我们事情解决以后 我自然知道说 谁是好的人 优秀的人 谁是不优秀的人 那像我们这个理工科的 然后在产业界的 我是属于后者 我是认为说 事情发生的当下 不要去管那个 这些人的事情 当我们努力 所有的人 就是像我们讲说 像一个棒球队 我努力把这个事情 解决的时候 自然所有人之间的摩擦 会暂时没有 然后等到事情结束以后 我们再来讲说人的问题 然后 那个一些文科的人 或者说你现在网路上的网民 最喜欢讲的事情是什么 讲人 因为人最好讲 你看你晚上的争论节目 什么一打开来 全都在讲人 这个人怎么样 讲那个 什么赖清德怎么样 苏贞昌怎么样 然后陈建仁怎么样 最近几天都在讲这件事情 然后讲侯友谊 朱立伦什么 你讲人最容易 可是你讲人这个事情 其实你对 比如说对科技业的人 我们这种理工科的人来讲的话 就觉得说 你讲那个干什么 对不对 那个对于解决事情没有帮助 OK 那我会开始写一些评论 有时候就是 我比较喜欢从事情上面去讲 我不喜欢去讲人 因为我觉得讲人实在 没什么好讲的 OK 好 所以你会看争论节目 不太常说 虽然有时候 我会上争论节目 但是我没有那么挨看 OK 这样讲不知道 有没有那个 通告就变少了 通告就变少了 这样 好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邀请了林一进来 马六配你喝一杯 那跟我们分享了很多 他最近出版一本新书 叫流寇与创新者 里面讲了非常多的故事 就像刚刚已经提到的 其实 我在里面的确是 透过一些故事 然后获得一些启发 突然天外飞来一笔 讲了一个故事 但那故事当然是有 他的脉络在 所以才会特别提起 这个故事 那有些时候 那个脉络 说不定还藏在 标题里面就有提示到 为什么好像跟这个 没有什么关联的事情 但其实是有关联的地方 那也跟我们分享很多 包含了创业 二十几年来 可能从很不熟悉的 一些事情 然后遇到说 原来要这样解决 然后当然就是说 当一个老板 尤其是最后公司的负责人 跟一般的管理者 主管之间 可能在思维上面 还是有蛮多的不一样的 那所以也跟我们分享很多 然后呢 这个台大棒球队三雷手 这个一直存在 他的介绍 我推荐你真的 我的三雷手 它是一个小说 但它非常 很感人的一本小说 是讲 美国的一个棒球故事 这样子 我推荐你去看它 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谢谢宜静 好谢谢 谢谢 谢谢玛利欧